巷弄內所有人跑出來看 警銷人員忙進忙出 急忙將單架上被砍傷的女子 送上救護車送往醫院搶救 因為她的背上還有把水果刀 而動手的人就是自己的弟弟 穿著白色背心 雙手背上號 30歲男子持刀攻擊姐姐 立刻被警方逮到 好像都是弟弟殺姐姐 只有他們兩姐弟在住 救護車推出來就是 她姐姐背部就插著一隻招式 事發在新北市一處公寓 警方調查姐弟倆平時就住在一起 感情不差 但15號晚間8點多 兩個人卻因為作家是吵了起來 弟弟不滿姐姐叫他整理客廳 雙方發生口角 一氣之下進持水果刀朝姐姐攻擊 造成姐姐多處刀傷 住在樓下的叔叔 驚覺不對立刻報案 事發的時候有聽到很大聲的 哭聲 叫聲 吃刀砍人的弟弟 警方依殺人 未遂偵辦 叔叔也到警局做筆錄 俗信姐姐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只不過為什麼會因整理客廳起糾紛 警方也要追有沒有其他的衝突原因 等於新聞 現在我們彭新美在新北報導